老婆,你开车不是怕转弯刮蹭吗? 今天我教你一招,你只要会扫线,就不可能会刮蹭 你是无论一道什么样的弯,想怎么转就怎么 有条件的,准备一个粉底 我今天是苏兹花叫鞋开车 把我们的后视镜这个位置,咱们写上80 你们不要问为什么,记住就可以 中段的这个位置,我们写上60 我们逼住这个位置,我们写上20 然后我们车的前面,记住一样的位置 我们A柱夹角的这个位置 我们扫线,记住我们标做80 然后我们这个方向盘对应过去的这个点 这个点,咱们可以看一下,一直到这里 我们写上20 那我们右侧方向盘对应过去的点 画出来的点,那么也是20 我们的右侧以刮器节点 也就是这个点到这个点的距离和这个点到这个点的距离是一样的 那么也是80 那么右侧也是一样的,分别标上 后视镜80,中段60,咱们逼住20 你把这些点像车格一样 记住了,我教你怎么用 把这些点标出来以后,我们就点对点,速度对速度 转弹时啊,只要回扫线就可以 把我们的车辆往前开 一旦要转弯时啊,提前看一下我们转弯的这个障碍物的位置 咱们可以看一下 是在我们这个80的位置 那么我们把车辆往前开 80对应的点 是不是啊,就是如果是右转啊 我们就看右侧的80的位置 就是后视镜 那么啊,我们就把我们的车尽量的往前开 开到啊,我们的这个后视镜 过了我们的这个障碍物啊 我们就打满方向盘 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后视镜 我们的车身啊,是不可能会刮蹭到旁边障碍物的 那如果是右转时啊 我们的这个障碍物底部对应的是我们的20厘米 那么我们也是啊,对应20的位置 把车往前开 前面看了20 那么我们再来找到20对应的位置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B座 我们把车辆往前开啊 一直要开到我们的B座 过了旁边的障碍物 以后啊,我们再打轮 这个时候啊,我们的车身才不会刮蹭到 这个就是点对点 线对线 那如果是左转时也是一样的 是不是啊,我们的左错A住家角 扫着障碍物底部走 那么这个时候啊 车身和旁边障碍物的距离是80 那么啊,我们也是找到80对应的位置 把我们的车辆往前开 咱们的后视镜 过了咱们的障碍物以后啊 我们再打轮 这样啊,我们的车身也不会刮蹭到 怎么样,这个苏资教学 是不是特别简单 只要你会扫线就能避免我们的车辆寡 对 我车哥哈,如果有用 记得帮我点赞 关注及分享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